知名艺人卢廣仲 响应艺店基金会邀请担任工艺大使 并且和高龄90岁的阿与阿嬷 一同拍摄工艺短片 从小就跟阿公阿嬷很好的卢廣仲 也分享了他与家中长辈相处的情况 可以担任艺店的工艺大使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 这个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然后可以陪伴长辈 在他们喜欢出事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变老 然后一起守护 长到家庭的庙站 高龄90岁的阿与阿嬷 因为一个人独居 让女儿相当的担心 但自从去了伊甸的拖劳中心 整个人改变了许多 心情跟身体都健康了不少 当然更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他去那边的时候 他很开心吃 他每天下堆的时候 回来都会把地方都给你分手 头头的抹起来 是真的吗 是 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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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怎么样 透过一些政府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支持 然后去让长辈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照顾 根据调查 台湾将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到时候每五人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 一定希望藉由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换起民众对长者的照顾 陪伴长辈慢慢变老 就差不多了 的话 有效 这个